黄土高原 惠宁县 中川村 王耀生的儿子王旭 小名宝园 自幼患疑似 肌肉萎缩 无法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为了给儿子看病 王耀生债台高筑 这里开 我里开我 我学过 绝对等日子 等了二十万万 开着饭 就再去钱花了 然后我的皮能开后 但是咱只有每一趟花 我的皮能开后 反正给哪怕油吃 给去冷冲 就这么看到 别人说 父亲老了 儿子大了 再进了 我说 儿子不行了 给也不成了 宝园希望能够查清楚 自己到底得了什么病 是否可以治愈 可是看病的钱又从哪来 宫坚日记继续关注 6月初 盲众时捷 地处黄土高原的甘肃省 汇宁县中川村 一层冬春时捷的土黄色 变成了郁郁葱葱的绿色 中川村的建荡立卡贫困户 王耀生 趁着小麦还没有收获 正抢时间修建新的猪圈羊社 他希望今年能养几头猪和羊 给家里赚些钱 在村里 一般请一位尼瓦大公 一天要200元钱 小公一天要120元 王耀生夫妇不舍得花钱 就只请了一位尼瓦大公张文艺 夫妻两个做起了小工 一直忙着干活 顾不上儿子宝园 但夫妻俩路过宝园的房间时 都会下意识地朝屋里看一眼 宝园今年25岁 如果不是17年前 得了疑似肌肉萎缩 他应该是家里的一个壮劳力 可是现在宝园站不起来 全身无力 生活都需要父母照顾 大约的房子 是深厚的房子 在那边 是深厚的房子 在家里面 是深厚的房子 是深厚的房子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这时为了不给父母添麻烦 宝园总是一个人躲在屋子里 与手机为伴 但是这次家里修眷社 格外缺人手 宝园在屋里待不住了 宝园总是一个人躲在城市中 是宝园总是一个人躲在城市里 宝园总是一个人躲在城市里 宝园总是一个人躲在城市里 宝园总是冲关系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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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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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桌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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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